你敢相信这是14岁未成年小伙跑出来的操作吗? 用机甲车在霍比特之旅跑出1分08的记录 那么今天我就以这位14岁林肯大佬的名义来讲一讲他的故事吧 飞车我是从四年级开始玩的 当时飞车刚出来 因为我对赛车的一个游戏一直都是比较痴迷 当时我就下载了 那一会儿我除了吃鸡就是玩飞车 但飞车的时间玩得更多一些 当时我用的是iPhone7P玩得也一般般 后来呢在我六年级那会儿我就加入了一个车队 和他们也成为了好朋友 在车队里边也有好几个挺厉害的经常发记录 由于我好奇心很强就一直恋恋恋 当我来到初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随着游戏的更新 我的7P也开始的越来越卡了 我就要求爸妈买了一个iPad Pro 然后呢我的技术也突飞猛进啊 在指挥官时期的时候我的普通车可以和国服只差1秒左右 到了21年我的技术也越来越厉害了 成绩也是在国服靠近 但就是触及不到 我知道是因为我的学业 因为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玩一下 所以我的游戏时间非常的少 但我的7波矿山在去年5月1号加入了59秒俱乐部 那个时候到了暑假我几乎天天都在玩 后来我用悬浮车也是做到了全浮第7个11层43的一个状况 后来我就一直刷图刷图和国服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也刷了几个5宠国服 后来机甲车时代就出来了 我也跟上了步伐 8月份就跑到了1分46在11层 但由于开学后进入了初三 因为中考的原因不得不卖掉平板了 现在只能用手机发展 但在上一个寒假 我借了个平板也是成功的跑到了11层第6个1分42 顺便还提了一嘴上体育课拿下中考满分 底部 8月4日 2 keer打下子